在世界拳台,有一位不可思议的怪物级拳手 他身材瘦小,眉清目秀 看起来就像一位平易近人的邻家男孩 但千万不要被他亲切的样子所迷惑 一踏掌拳台,他就立刻化身冷酷无情的KO机器 用毁天灭地的重拳终结一切 他就是亚洲第一神拳,日本怪物锦上尚弥 锦上尚弥身高165公分,体重53公斤 这种身材比绝大多数普通人还要瘦小 然而他的拳头中,却蕴藏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力量 锦上尚弥为三个量级的冠军,除量级的统一拳王 战绩为22战全胜,19次KO KO率达到了恐怖的86.3% 这个数据甚至会令大多数重量级拳王嫉妒 在Pum4Pum排名中,他也高居第四 力压一众拳坛顶尖高手 看锦上打拳,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种动物 那就是螳螂虾,别看他身材娇小 却是最凶狠的拳击手 绝对堪称动物界中的Pum4Pum之王 在捕猎时,螳螂虾弹射出去的前肢 速度可达80公里每小时 最高可产生60公斤的冲击力 能轻易打碎其他假翘动物的盔甲 好了,这里虽然不是在讲什么动物世界 但锦上绝对堪称拳击界的螳螂虾 因为他的身材和重击能力实在不成比例 本期就来从锦上的技术层面进行分析 看看他为什么能凭借如此瘦小的身躯 打出惊人的KO率 首先,技术再华丽的拳手 也不能忽视基本功的训练 锦上当然也不例外 他非常注重躲避刺拳后的反击后手拳练习 因为刺拳是拳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动作 锦上当然不会放过此机会惩罚对手 躲过刺拳后用重拳反击 只要多加重复练习 这便会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打击手段 此外,很多拳手在出弯刺拳后 习惯性接后手直拳 锦上非常擅长利用此时机打出迎击拳 此时对手向前的惯性 直接撞上锦上的迎击拳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拳头的威力 众所周知 锦上有一手残暴的左勾拳 后撤左勾拳 也是他最常训练的技术之一 他出拳时身体稍稍后撤极小的距离 同时压低重心 把身体重量都集中在这一拳上 此技术需要极佳的距离掌控 要求刚好躲过对手出拳的同时 恰巧用左勾拳命中对手 这招叫check left hook 大名鼎鼎的不败拳王梅威瑟 也非常擅长此招数 把里下是锦上最致命的武器 他最喜欢使用的组合拳 要数刺拳击头后 直拳击腹 别看这个组合非常简单 但颇具威胁且十分高效 刺拳往往吸引对手本能护头 从而身体露出空档 此时锦上的后手直拳就会趁虚而入 此外 他还会在打出组合拳时向前突进 以便后手拳的力量 更加渗透性地打击对手肝脏 锦上的另一项致命body shot 要求他的前手肌腹勾拳 先逼近对手后 左脚迈开 站架变宽 这不仅创造了出拳的空间 而且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了左脚上 从而充分利用体重挥出左勾拳 然后正好落在对手右腹部的肝脏上 肝脏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之一 一旦遭受重击 无论你的意志再强大 虚烈的疼痛会让你瞬间呼吸困难 瘫软在地 也无论你身体多么强壮 肌肉再发达 右侧肋骨都是毫无保护的 你的肝脏注定承受不了一次暴击 有些拳手能用头部硬扛对手的无数次重拳 但一击暴肝就能让他放倒在地 所以左勾拳击腹 是拳击中非常有效的击倒手段 井上的左手暴肝拳发力充分 打击精准 不管你是布洛克莱斯纳 还是野兽暴博赛普 都承受不了这种伤害 前提是只要井上能够够得着 因此井上对暴肝拳进行了系统化的训练 为了打好这一拳 他会用刺拳 组合拳 假动作 或摇闪提前进行铺垫 目标就是打出致命一击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吸引对手抱架护头 身体向前卷曲 这样他们的肋骨位置就会一览无余 井上的左手击腹拳 不仅能打出致命暴击 也能用其设置下一步上勾拳的重击 这也是迈克泰森最爱使用的组合拳之一 所以说井上的超高KO率 不仅光靠重拳力度 更是靠出色的技巧 现在该说说井上的常规左勾拳了 这也是他的标志性杀招 他的左勾拳及力量 速度 精准度于一体 令人猝不及防 仔细观察他左勾拳的角度 其实非常独特 犹如一把利斧自上而下劈去 与格洛夫金的过顶勾拳非常相似 这种发力方式不仅力量更大 也非常便于打击正在下潜咬闪的对手 井上还能从各种角度打出勾拳 令人难以预判 防不胜防 现在再来看看近战 井上同样也颇具手段 他擅长用手臂将对手报架下压 再用重拳打击对方毫无防备的头部 他运用这种计量时 通常把自己前臂牵入对手报架 以控制他们的手臂 然后四击用重拳进攻 井上还能把进攻和防守完美结合 看看这次 他的教练正在展示如何用自己的出拳化解进攻 这也解读了一个空手道中的理念 每一次打击都能变成格挡 每一次格挡也能变成打击 这也和有的传武大师 揭画发的理论异曲同工 不幸来看这个镜头 当对手出右勾拳时 井上顺势以左勾拳迎击对方手臂 相当于借着别人向左挥拳的力道 又推了一把 对手瞬间失去平衡 这难道不就是传武大师的话劲吗 再看看这回 井上又以前手勾拳改变了教练后手直拳的方向 然后再以上勾拳反击 实战中他当然也能灵活运用 练习过拳击的朋友 一定了解距离感的重要性 井上对距离的掌控堪称炉火纯青 在训练时 他几乎每一次出拳都配合脚下移动 实战中也当然一样 与对手换拳时 哪怕脚下不停的微小移动 都有可能对比赛走势起关键性作用 井上这一回与对手拼拳 尽管双方体力都有些不支 但井上频繁地横向移动 成功躲过了对手的挥拳 同时也不断使自己在新的角度发起进攻 使对手难以反应 并最终完成KO 尽管他这次累得连双手都无法抬起 但距离感和脚步促成了他的胜利 到这里不得不再提提井上的防守技术 因为当我们沉浸在他高超的进攻技巧上时 却往往忽视了其扎实的防守基本功 一个拳手的防守能力 决定了他最终的上限 比如前英国拳王阿米尔汉 他华丽的进攻技巧和闪电般的拳速 令人过目不忘 但糟糕的防守技术实在有些拉垮 使他很难更上一层楼 井上的重拳能轻松撕裂对手的防线 忽视他们的报价 可经常看到对方的重拳落到井上身上时 却似乎被吸收和化解 这不是因为别人的拳头不够重 而是井上以独特的技巧 卸掉了对方的力 可能有些观众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玄学 但这的确是拳击中比较进阶的技术 当对方重拳来袭时 井上做好报价的同时 身体顺着对手出拳的方向 一起旋转或扭动 这无疑化解了一部分力量 比如这次 对手在出巴里夏时 井上右脚踩地 身体迅速向左缩回 抵消了一部分拳速 再举个例子 大家都认为格洛夫金有一副钢铁下巴 但他也十分懂得泄力 阿瓦雷兹这次命中一记 势大力成的诱钩拳 格洛夫金其实扭头化解了一部分力量 阿瓦自己也是一样 非常擅长甩头泄力 但人们往往只关注他们的下巴如何坚硬 还有富里和维尔德的一番战 最后一回合 维尔德轮圆胳膊 以一记大摆拳放倒富里 但富里当时其实也预判到这一拳的到来 急速反方向扭头 还是卸掉了小部分力量 否则硬扛维尔德的大摆拳 是很难再续命的 所以说泄力画劲 可还真不是传武大师们的独门绝技 我练习拳击时 教练也教过我如何泄力 但可能天资不够吧 真的很难掌握这一招 搞不好又会玩火自焚 这里奉劝广大票友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到了最后 不得不说锦上上迷虽有一手残暴的重拳 但在小级别里 他无与伦比的细腻技术 才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全在中也打不中别人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觉得视频不错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